大家好,我是PhD微道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加了一篇生物学的一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讲什么 我其实一点也不知道 这篇文章讲的是 染色制监督学习框架 全基因组接触图中的缓检测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篇文章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当时接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做一个ehancer和promoter在基因里面的 这样一个两个基因对之间的一个比对 这样一个work 所以说他就给我发来了大概五篇文章 然后让我去把这个文章 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文章在做什么 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文章在做什么 我也看不懂 我当时翻译了这里面很多段 因为它里面的词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词 都是一些生物学的东西 完全我搞不清楚在做什么 我发现了几段没用 我一点也看不懂 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说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期视频 这期视频就讲 当你遇到了一个work 这个work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一共遇到过两个这样的work 一个work是去分析DNA的这样一个work 还有一个work是去生成蛋白质这样一个work 这两个work我完全都 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学的这些知识呢 大部分都是停留在高中生物学 然后后来我也去学了一段一 但是这个一呢 学的又不是这个基因相关的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什么基因蛋白质是怎么回事 那我再来讲一讲 那这个文章呢 我们还是有一些规矩可循的 就是说它说是supervised learning framework 就是它是一个使用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可一个监督学习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它是有这个一个数据输入 对吧 然后它还有一个label 有个标签 所以你是对这个label去学习的 所以这个呢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么呢 我们就开始看见它的这个简介啊 摘要 那这个摘要呢 写的呢 就真的是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它说什么 除了它这个东西的名字叫皮卡丘之外 别的东西 我是真的就都不太知道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看 比如说HIC什么东西 是在基因上的一个什么预测环啊 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说的什么 然后这讲的一大堆的东西 也不知道这在说什么东西 什么高通成像监督学习方法 高通成高通量成像 不知道什么东西 监督学习方法可以全面的 可以促进全面的染色质 相互作用的发现 OK 然后呢 他们就说了 他们用的皮卡丘 皮卡丘是怎么做的呢 是做的一个 什么从全音 全基因组预测染色质环的 随机森林分类框架啊 这是我唯一看懂的东西 就是随机森林分类框架 然后他后面有个结果 就说他们的结果呢 非常的好 我们不用管 就知道一个随机森林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当你遇到一个work不懂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大概提取一下关键词 看看这个work大概做些什么东西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他肯定会在github上 或者什么地方公开一下代码 所以说呢 你就跑到github上去找一下 这个项目的这个代码 然后我真的找到了 然后呢 我就去读一下代码 然后从代码里 就能得到这样一个information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work做了个大概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 这个是他文章解图 这个图呢 我是一点看不懂 完全不知道这个图在干啥 然后这个图也不在在干啥 我大概知道这个图啊 这个图应该是相关性 就是这个地方呢 和这个地方呢 它是两个 左边和右边呢 是两个不同的基因的一个位段 或者怎么样 然后呢 它在上面呢 会有会 就是它是 它是这个图嘛 应该是一个全 一个是一个完全的矩阵 是左边是一列 右边是一列 对吧 看看它的相关性是怎么样 但是呢 你把那个都底下画出来的话呢 它是重样的呀 对吧 所以说 我只要画出一个三角形 那它就行了 所以它应该是这边 和这边两个图之间的某种相关性 对吧 做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阵列 所以这应该是某种相关性的图 但是你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这个图呢 我大概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我大概能知道就是说 它是用一个老鼠的基因 和一个人的基因 去做一个类比 然后呢 可能是做一个相关性什么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更不知道是什么了 就看到一堆很好看的图 然后呢 这个图呢 也很好看 然后这个图呢 也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图呢 后面没有图了 所以说呢 这个work呢 我真的是 我完全一头雾水 不知道他在做事 所以说呢 我就找到他的那个github的原 这个项目的文件 找到那个原代码 然后呢 在里面去一个一个文件去翻 文件啊 然后拍放文件 是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十个文件 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有一个文件 我知道在做什么 random forest 这个文件 我是非常清楚在做什么的 然后呢 r文件呢 我也看不懂做什么 但是r文件呢 大概的翻译了一下 大概大概知道是在做什么 因为r语言大概学过一点 所以说呢 r文件呢 还大概能看懂一点 大概知道r语言呢 是从是从hg38里面去提取 就是人类基因组库里面 去提取一些东西出来 大概就做这么件事 那么呢 这个work做什么呢 我就打开那个随机森林的那个东西 因为他对方啊 医学的人来让我做东西呢 其实也不是让我去做一个完整的东西 他是让我去生成里面的 比如说某一段代码 让我找一个方法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大概要去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话呢 我就要知道一下 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已经知道是随机森林了 所以我就从里面去定向去找随机森林这个库 那找这个库之后呢 他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一个人的基因呢 他是atjc四个减机所组成的 对不对 所以把一个基因序列取出来呢 他是这样的一个序列 他是这样的一个序列 那么随机森林呢 他的输入呢 是必须要是一个数字的 你不能是一个数字 输入是一个字符串 或者是一个字母 那随机森林根本就不可能有效的去得到一个结果 随机森林要输入一个数字 那么要输入一个数字的话 怎么办呢 就要把这个文本队呢 给他文本段呢 给他进行一个编码 所以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文本段 对不对 这个很长的一个序列 那这个序列呢 我要进行一个编码 怎么编码呢 我就把a呢 编码成0001 c呢 编成0010 这个呢 编成0100 这个编辑成1000 这个叫做one coding coding 你说你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个a编辑成0 对吧 c是1 然后这是2 然后这是3的 那你要这样的话呢 他就说你把它编辑成0123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把猫编辑成0 对吧 把狗编辑成1 然后把乌龟编辑成2 对吧 我最后做出来一个预测 发现它等于等于1.2 但这1.2呢 它可能是又像猫 又像乌龟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狗 但是呢 我1.2呢 在狗的边上 所以我就认为这个1.2呢 最像狗 所以说呢 如果要是我进行一个 就是0123这样编码的话呢 如果一个东西是2.1的话 那我就说不清楚 它到底是像这呢 开始它又像c又像t呢 对吧 所以说 我我为什么要编码的时候 编码成one holding coding呢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在之前的这个学习之中啊 我只学过 就说one holding coding 可以去编码它的输出 我没有学过one holding coding 可以去编码它的输入 那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开了眼界了 发现哦 原来它能编码它的输入啊 很有意思 对不对 a呢就编码成001 然后呢c呢 这呢就变成0100 这样一度就给它拼下去了 拼下去之后呢 把这个相关的两序列 因为它是一个enhancer 一个promoter 把这两个序列呢 是相关的 所以就把这两个序列呢 给它放在一起 对吧 这两序列放在一起 然后放在一起之后呢 再使用这个 因为它是 它这两个序列的相关性呢 是有一个值的 对吧 所以说就拿随机森林呢 把这两个序列呢 都给它输入到随机森林之中去 然后输入到随机森林之中去 之后呢 最后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然后把这个结果拿出来 这样这个文章就完成了 那么呢 对方呢 还要求我去做一个 比如说CNN啊 这样的东西 那么之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怎么用CNN去做一个基因 那么CNN那个东西呢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图了 就能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东西呢 它是完全没图的 只有的一些像 就是之前的这样的图 这个完全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你遇到了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呢 你不得不完成 但是呢 它又是一个你完全不懂的工作 你怎么样去快速入门呢 方法就是说 你看那个文章 发现文章不懂 对吧 你只能去拿到它的原代码 或者说你去往找找视频看一看 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那么呢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